针对今天临时会的协商召开 那我想对于这个大法官的提名 其实外界还有非常多的争议 包含这个陈忠武跟游柏祥 过去这个侵略的一个背景 那游柏祥也被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志芬 质疑这个教唆证人的这个案子 以及这个我们的陈忠武 过去不管是卡管案还是不当党产的处理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争议 我们知道大法官称为这个 应该是宪政的保护跟守护者 不应是宪政的破坏者 那在整个在蔡总统的一个提名的作业上 其实相关的社会沟通跟疑虑 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一个解释 所以在临时会的议程的安排 那民众党的态度 我们认为还是要来去严加的审查 甚至相关的审查都应该要 再来去做更多的社会沟通跟实质的一个推动 那这个部分才能来解外界的疑虑 那蔡政府执政七年来司法改革的失败 其实是目前这个民调的不满意度的一个前三名 所以我想这次在蔡总统任内最后一次的大法官提名 我们在党的立场就是要重严审查 我们会用我们的这个最严格的标准 来去进行这次临时会大法官案件的一个审查